请问想吃点 愣着干什么倒水呀 这么烫是人喝的吗 快给我换了 你会不会做事啊 会不会伺候人呢 我这衣服有多贵你知道吗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这伺候人的事情你也不会做 你还能干什么呀 没算不算 怎么心疼了 胳膊手现在就往外拐了 就是啊 我们才是一家人的 爸 我上回家 爸 我上回家 这钱拿着 爸爸 是爸对不起 你带着 我上午 我上午 秘書了你能不能認真點啊還在玩遊戲 哎呀就玩玩玩了 你是誰啊 陳希希 爸我先回家 怎麼還一看見 你不生氣是爸的日期 許氏 許氏你是誰啊 陳希希 陳希希 你來幹嘛 我爸立了遺囑 我當然要來聽一下 我看你是來爭遺產的吧 這麼多年 你在你爸面前進過校嘛 連家都不回 現在志華剛走 你就舔著臉過來 不是為了遺產是為了什麼 遺產我不在乎 我只想知道我爸的遺囑寫了什麼 而且我有權利知道 志華的遺囑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跟澤深才是他的家人 你個外人你來聽什麼 我是我爸生的 我算什麼外人 我爸要真把你當他自己女兒 會讓你這麼多年 都沒進我們的家門 搞笑 就是 更何況 志華早就跟我保證過 他真正的孩子 只有擇身一個 他從來沒有把你當成過自己的女兒 所以他的一切都是擇身的 你呀 就別想了 還是趕緊走吧 走走走走 我跟你說話呢 我說你怎麼臉氣這麼厚啊你 還賴著不走 趕緊滾 放手 陳夫人 你們這次在幹嘛 張律師 你來的正好 這丫頭丢想著志華的遺產 還來著不走了 你趕緊找人把他轟出去呀 陳夫人你先冷靜一下 陳先生先前主婦 一定要把七七小姐找來 不可能 現在遺囑就在我手上 況且七七小姐也是陳先生的子女 他有權知道遺囑內容 七七 我的女兒 爸知道這些東西是我不是 是爸對不起你 陳先生在生命最後時刻 要求我務必將這話傳達給你 七七 你父親對你非常愧疚 下面 我再念一下陳先生的遺產分配 如果長女陳七七 現在生活依然拮据的話 我將把我唯一的房產變慢 我賣房產的三分之一 留給長女陳七七 禁止 我倆 我想回家 我是爸對不起 我將把我唯一的房產變慢 我賣房產的三分之一 留給長女陳七七 什麼 他这么多年没管过他女儿 怎么现在良心发现 给他三分之一的财产 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动了手脚 就是我猜是他儿子 他儿子就是我的呀 遗嘱内容还没有练完 请你先耐心评定一下 当然你对遗嘱内容有意义的话 可以找出证据 去做鉴定 如果长得陈琪琪 现在生活富裕 身为生父 爸请求你 今后好好照顾一下你阿姨 和你弟弟 我明白了 你当然明白了 白白得了三分之一的财产 我说了 我不是来征财产的 呦呦呦 现在看钱到手了 装不在乎 得了便宜还卖官 呸 你要真不在乎 把你那份还回来呀 没人逼你呀 我只是按照我爸的意思 旅行遗嘱 哼 这遗嘱 我不同意 对 我们不同意 哎 冷静 陈夫人你冷静一下 陈夫人你冷静一下 陈夫人不走数了 陈夫人 遗嘱是有备份的 什么 如果你们对遗嘱内容实在有意义的话 可以双方协商一下 可以放弃 陈琪琪 你给我放弃继承权 不准旅行 你真要我放弃 你真要我放弃 废话 这些钱都是我们的 你想都别想 行啊 既然张律师也在这里 那请张律师见证一下 我陈琪琪 放弃我爸的遗产 不履行遗嘱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同意 陈琪琪 这车是你的 七总 是啊 陈小姐现在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上市公司 总裁 哪里多有钱 琪琪啊 你说你都是老总了 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闹得这么难看 快 还不喊声解 解 我可没有你这个地 琪琪 你说什么气话 你爸遗嘱不都说了吗 让你照顾照顾我们 你总不能连你爸的话 你都不听吧 我怎么记得 刚才当了张律师的面 我们已经做过这些 那都是气话 别放在心上啊 就是这种 别这么小气嘛 跟张律师说什么 姐 琪琪 琪琪 你看看我们俩 姐 听着他 如果他们有需要 别离开 别离开 好多其中 姐姐 哎爸你怎么来了 这不好久没见到你了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哎 公司有吃的 我现在去开会你坐会啊 这孩子桌子乱糟糟的 哎 哎这系统的办公室有专人打扫的 那个大爷你帮我抹下桌子吧 好 哎那谁啊怎么在等上卫生啊 不知道新来的吧 就完今天讨论的出来去办 好的 各位辛苦了 爸 爸 爸你在这干嘛呀 不是让你去办公室等我吗 反正我也没事 先帮着打扫打扫 是不是有人 没有没有 我自己的公司打扫一下怎么了 都说当老板的 要了解每一个岗位 我还没体验过 在公司打扫卫生 正好 行了 爸您就是个劳碌命 赶紧歇会儿吧 把人工都看看 公司是在什么样的人手里 从无便有的 哎那不是下午做卫生的大爷吗 怎么一下子联系这么多 还跟亲友在一起 哇好有风波啊 那是我们董事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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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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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